他是唐朝第一宰相 屹立朝中22年 他是1500年前的文状元 是举世文明的学霸 是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 他是房谋杜断的名相 房玄陵 李世民仗下第一谋士 那你知道 为什么房玄陵位居宰相22年不到吗 你能想得到 早在隋朝时期 一位平平无奇的少年 能预测20年后的天下大势吗 大唐的宰相 一人之相 万人之上 居然是个怕老婆的人 今天我们就走进历史 来看看这个怕老婆的宰相 房玄陵 房玄陵出身清和房氏 官宦世家 曾祖房义 北魏镇远将军 宋安郡寿 祖父房雄氏 贺州主部 父亲房燕谦 喜学通寿五金 富有变菜 是魏其间的山东学者 房玄陵自幼勤学苦读 托成其父遗风 幼时聪慧 能闻善诗 博览经史 精通儒家经书 又跟父亲练习一首好书法 十八岁成为齐州近史 先后受与齐味 公元589年 隋文帝 平定南方的陈朝 解决了三百来年的分裂 从此隋朝 进入了社会安定 经济繁华 百姓安居乐业 使称开荒之志 但在美好的时间 一个少年语出惊人 做出了预测 想不到十几年过去 竟然成为了现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要从隋朝 开荒年间说起 此时天下皈依 国富勉强 人们都认定 国家必定万世太平 然而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却嗤之以鼻 他分析了朝中扬街 获得皇位的过程 是靠着北周外戚的身份 通过杀伐的手段 夺得了皇位 其次 他认为隋文帝诸子骄横 必定都会 窥探皇位 引发争斗 虽然目前天下太平 但是隋朝的灭亡 也是在顷刻之间 少年郎的话 是说隋朝 肯定是个短暂的朝旦 这个预测在几十年后 变为了现实 隋朝虽然天下一统 国力强大 但是十分短暂 这个预测隋朝未来的少年郎 在后来成为了唐朝的开国功臣 身居宰相之位 名流千世 这个少年郎 就是唐朝排在 林燕阁功臣第五位的 一代名相 方玄陵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 唐国公李渊率兵入关 方玄陵在魏北 投靠李世民 跟随李世民 南征北战 出谋划策 担任秦王府 济世参军 全力以赴地谋划军政事务 每次平定一方诸侯 军中大量地缴获了金银财宝 方玄陵 却用来招纳人才 将才能过人 和能争善战的人 安排到他的帐下 和他们结交为好友 一起报效李世民 在打败王石冲后 他认为张亮才能出众 便推荐给李世民 担任秦王府 车骑将军 还有心思敏锐的薛收 可疑大势的李大亮 聪明过人 辅助之才的杜如慧等人 都是房玄陵的推荐后 被李世民 委以重任 后都位高权重 房玄陵在李世民 帐下十多年 一直担任军谋大事 管理文督 之后 太子李建成 驱逐秦王府官署 房玄陵与杜如慧一起 被调遣外任 公元626年 房玄陵伪装成道士 偷偷回到京城 参与谋划李世民 将要发动的政变 帮助李世民 获得皇位 李世民在他 筹谋帷幄 具有定江山社稷之功 李世民论功行上 房玄陵 长孙无极 杜如慧 侯军籍 未持静德五人 功居守卫 房玄陵被奉为行国公 房玄陵跟随李世民 一统天下 出生入寺 只见国立业艰辛 他时刻都不忘 大天下的艰难 借骄借舍 全心用来 发展唐朝 繁荣昌盛 房玄陵十分看重励志 认为官吏的公平政治 是治国的重要根本 在朝廷选举官吏的过程中 李世民要良才受职 审查官员 让他们各自 都能发挥作用 国家就可以 无为而至 房玄陵则牢牢贯彻了 李世民这一要求 大力检政 所以担任的文武百官 共640人 房玄陵简化官员的作法 对于人口稀少的唐初来说 减少了混水摸鱼的官员 提高了各方部门官员的 办事效率 也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 贞观初年 唐朝出帝 朝章典法还很不完善 他与杜如慧 共同管理朝廷 制度 法令 礼乐 及前朝留下的 有价值的东西 均是他们两人制定 在修订法律法令时 房玄陵审查 并明确法律法令 将宽厚待人的风格为宗旨 简化律令 废除隋朝的残酷刑罚 自房玄陵修订过后 唐朝却无人再进行过 大的变动 房玄陵位居宰相 二十二年之久不变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在玄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登基 房玄陵攻居首位 便被李世民任命 尚书左朴舍 由于唐朝尚书职位 长期空缺 尚书左朴舍 是官位宰相之首 所以房玄陵可是 两人之相 万人之上 这是因为除了皇帝外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老婆 卢氏 众所周知 房玄陵白天拜皇帝 晚上贵老婆 是史上出名的怕老婆 到底有多怕老婆 有传闻 皇帝赏赐房玄陵美女 却遭到屡屡拒绝 原来是卢氏 拒绝房玄陵纳妾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大怒 便召他入宫说道 我大唐堂堂一个宰相 还不能纳妾了 没想到卢氏 性格刚丽 宁死不同意 李世民便刺摊毒酒给他 卢氏没有丝毫犹豫 拿毒酒一饮而尽 这可看待了李世民 心想这样刚烈的女人 连我看的都害怕 更不要说方向了 卢氏饮完毒酒过后 采访知这根本不是毒酒 而是一坛醋 从此吃醋一词 便成为了爱情中 嫉妒的代名词 从另一方面来看 卢氏虽然彪悍善度 但他也是对爱情的捍卫 当然了 房玄陵也并不一定 是因为卢氏的强悍才怕他 而是两人感情 是从患难中共渡而来 房玄陵每日管理百官 回家中却怕老婆 一生中从未娶妾 这在那时候来说 简直是个另类的存在 然而真正的房玄陵 不但恩爱老婆 并且还能助李世民 打得天下 随朝末年 李渊起兵攻打长安 在唐军经过渭水的时候 房玄陵只身来到李世民帐下 投奔李世民 在当时 如若李渊起兵成功 最为直接的授意人 是他的敌张子 李建成 但是房玄陵却选择了李世民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猜想有两个原因 一是房玄陵 早就了解过李世兄弟 以他的聪明才智 肯定能看出 李世民的过人之处 二就是俗话说的烧冷藏 这样才能体现出 他的价值 房玄陵有个最大的特点 是慧眼识人 李世民常说 房玄陵筹谋帽帽 有定设计之功 其实 房玄陵辅佐李世民 十分勤恳 兢兢业业 立下汉马功劳 但李世民 以明君自称 房玄陵很是了解李世民 身为宰相主要职责 是辅佐皇帝 他是不会和皇帝 争夺功劳的 倒不如把功劳 都让给李世民 这样的宰相 才是李世民的最爱 贞观二十二年 房玄陵病重 李世民接连派出太医 去看房玄陵 可是最终 还是无力回天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房玄陵病逝前 给李世民留有一奏折 奏折中写了一句 他要说的真话 今兵士之徒 无依罪利 无故趋之于行政之间 伪之于 丰刃之相 使肝脑徒弟 魂魄无归 令其老妇孤儿 划其慈慕 意思是说 皇上不要再征战了 打仗最终 还是老百姓受苦 为了天下苍生 停止 开疆阔土吧 房玄陵死活 绝对想不到的是 他这辉煌的一生 却败在了他儿子 儿媳手里 他的次子房一案 和老婆高杨公主 竟然谋反 事发东窗 房玄陵全家 受到牵连 房玄陵整个家族 就此陨落 也被拿了出去 不知屏幕前的你是 怎么看待 这大唐第一宰相 房玄陵的 欢迎大家 再次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